湖北省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 洪澳灾害已造成27省居市3000多万人次受灾 近来我国西南地区多地发生森林洪灾 军委后勤保障部前头 展开军队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联防联控工作 组织军队专业医疗力量 投入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的保护 请全国人民抗息 在疫情面前 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誓死不退 我只跟我的弟弟讲了 因为我爸真的是有什么意外 但是我家里我肯定要有一个知情的 退出的时期 我们所有的医务人员都能携手 通通战斗 每个人一定要注意防控 现在是自己管理自己 来到这之后 我的时间概念都几乎都没有了 一直干嘛 解放军和武警部队累计出动72.5万人次 组织民兵22.85万人次 人民军队心向党战役之后再靠 我在你的地方是中国 我站立的地方是中国 我站立的地方是中国 这个红可能永远都消失不下去 但是我觉得这是我人民军最精彩的一切 你能做一下吗 我说我去英国 你能做一个小型的证明 记者要重新军队心向党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